退休 上次这边我就找我当志工已经当了二十几年 志工跟义工不一样 是 你知道吗 我们志工啊这个年后国 年后国在西元2000年的时候 那年叫做国际志工年 它应用就是人口的老年化 人口的老年化 让人口的增加 然后就是说这个老人家化 无论不可安排 浪费他的资源跟他的体力化很可惜 同时也是个问题 所以从那年开始叫做国际志工年 我们从那年颁布个志愿服务法 以前叫做义工 像我叫义务解说员 你从那年开始叫做志愿解说员 差别在哪里 因为咱们中国这方面社会福利是做得很好的 可是那时候都有一个宗教教化的传统 就是做好事要得福报 比如说早生贵子的 或者是金蚌提名 总是有这个想法 可是后来认为说不应该有这个想法 你做志工就是要快乐奉献 自己安顿好了 你不能说自己家里老妈妈不去照顾 跑到医院去照顾人家妈妈 这是不鼓励的 就希望一个快乐的事情 然后你有闲暇 又没有经济负担 然后把你的经验告诉大家 互动 然后老年人也有个精神所在的地方 这叫做志工 叫志愿服务 那有些叫做义工 我讲给你听啊 比如讲 我们现在还是有些叫义工 我们每次在交通缓慢的时候 尤其是热闹的时候啊 一定看到有些计程车司机停下来 批上一个制服 就开始支配交通 他很专业 对不对 他对交通很了解 他帮助警察 帮助交通警察 帮助很大的忙 可是各位忘记 不要忘记了 他是开车子来做生意的哦 他在最忙的时候 最赚钱的时候 把工作停下来 指挥交通 政府要不要给他补助 所以他叫做义务交通人员 简单叫做义交 对吧 消防人员去要救火 是不是很危险 所以政府一定要给他照顾嘛 所以他叫义务消防人员 所以叫做义交 还有义警 对不对 有没有人叫做自交 自警 自警 没有 所以这边点 各位就知道 志工跟义工还是有点出乎 主要是那种观念改变 完全奉献 好 第四座山叫七星山 台北市都最高的一座山 这也是一个气候观测山 如果在过去那边 就是这个大陆的东海 所有的那个冷空气从里面过来 赶住的话 今天看得出来 包括小油坑啊 勤勤干的都很 听起来都很好 如果是看到那个山底上有云雾的话 小油坑 勤勤干的那个大哥下雨的 那如果他整个山都看不到 这边大哥也下雨了 所以台北看着山就知道 好 我们来就走 好 那个山就我刚才讲的 叫大屯山 有没有 有没有讲过大屯山 我的右臂 诶 那个屯是怎么样 是助手的一个屯啊 可是他原来是我们那个原住民 原住民听懂吗 就是少数民族 他们原来写的名字就是一个屯 是个猪 一个肉质盘 一个猪肉的猪有没有 为什么要猪 各位请看 像不像是大猪肛 趴下来 他几两倍跳起来 就是一个大猪跳下来 两个耳朵垂在这边 那因为这个猪不好听 所以改名叫做 囤 阴枪囤 就是囤手 就是助手囤着 大猪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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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管是大陆来的朋友 台湾的朋友 大概都听闻 阳明山跟天母是高级住在区 兄弟对吧 嗯 这是最好 他们最好地方啊 风景又漂亮 水准又高 所以美副住家房子设很漂亮 然后到了晚上绝对是灯火通明 为什么要显示他的教育很广泛啊 对很多party的啊 对不对 他贸易来过很多 可是偏偏这边的最土地最大的主人呢 他是国家元首 他不希望人家知道 这么大的圆区15公顷 杨明山找不到的 各位请看 有没有路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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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吧 马上五七八黑对不对 只有这个东西 而且距离很远 只有右边有一排 左边还没有 这是干什么的 晚上五七八黑 可是总是有时候车子要进出嘛 还有一个导引的方向 就像我们飞机场飞机降落的时候 一排灯一样 它上面还有个盖子 为啥上面还有个盖子 不要忘了1970年代 不是1970年代两岸还很紧张 但是科技不是什么卫星的东西 还是飞机来轰炸的 那这可以有防空的作用啊 不要让上面看到 答对了 他路那个时候飞机能飞到这儿吗 飞不到 那总是要防防范嘛 对不对 可以哦 他说可以 他说战斗机还是很快 还是可以飞到 但是不管这儿 这是一个国防的安全的关键嘛 这时候 圣灵各位 等会带各位走一趟 那边是梅园 那边是梅园 那很多梅花 那地方就是不算进行 取出还好 后来的话就是梅花就不时 开的不时好 然后再另外等会我们看到 开的很不错 现在只剩 前面的品牌啊 你过来 或者找一个梅花来的话 非常漂亮 前几天不都下雨嘛 对吧 就有点有点影响 开完了 对啊 最漂亮的梅花在后面 各位带过去看 开完了 开完了 叶子出来就表示开完了嘛 叶子都没有出来 但是还有很多那个花 那是叶了 那是叶了 这个地方比那个士林关底 比杨木工艺还漂亮 因为怎么它这个是一个 家庭的花园 不是人工设置 然后这边是国家元首住的 所以它现在宿主不是很老的 就是年代的 这边就是一般的花园 对 然后有花园 它是比较有人工经营的方式 它是比较有人工经营的方式 这边是指标什么经营的话 有没有时间 为有时间想了解一下台湾的名字 但是我知道这边有位 你是带对的是吧 对 可是他也不了解 如果你们有点时间的话 我给你讲点生菜东西 因为你到台湾 一定要认识一种树 就这个树 到台湾一定会认识一种树 到台湾一定会认识一种树 相思树 答对了 可是千万不要认为 这是我们那个 那个手丝 红豆生南瓜 那个相思树 不是那个相思树 台湾这个相思树 不管你在南部到北部 山上或者平地 都很多种的相思树 为什么台湾人特别喜欢相思树呢 耐烧 因为它在台湾里面 它是一个耐烧 它是做木炭用的 台湾有两种木材是做木炭的 一个是相思树 一个是龙眼是做木炭用的 然后台湾人很奇怪 木炭的东西 我们一般不是烧东西吗 可是台湾有个民族 各位你想不到变化很大 跟大陆完全不一样 我们每年中秋节的时候 在大陆的话 我记得我小时候 看月亮吃月饼剥柚子 对不对 可是台湾很流行怎么样 烧木炭 烤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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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烘味才香啊 没有炭就没味 可是后来 后来变成社会问题了 现在买木炭 你要说明你买木炭的原因 为什么 台湾一直在炭自杀 社会新闻里面 常常烧炭自杀 这个台湾人特别奇怪 小松鼠 我看看 这真的很好 鸟啊 动物很多 好 我们现在了解一下 为什么台湾人喜欢这个香植树 因为香植树有个特性 它的树干是不是很干净 对不对 所以它一节节柴下来 做木炭很好 它材质很坚硬 耐烧 燃点又高 这是它第一个特点 它纤维又长 这第一个特点 就是这边先讲的 香植树做木炭 最主要材料 第二个特点 台湾所有的矿坑挖进去的时候 一个很重要的措施 就是防止它瘫荒 一定有支架 都是用香植树 为什么 它纤维比较长 耐压 它树干比较单纯 所以裁剪方面比较容易 它耐压之后 万一上面要瘫荒的话 它承受力比较大 然后会发出吱吱作响的声音 断置性地会发出声响 就达到一个警告的目的 这是第二个功能 台湾所有的宽度 几乎都用这个 第三个功能是 各位 不是它的叶子 它是一个叶二所改变的 各位看 这么大棵的树 叶子这么小 你看这个小树 叶子那么大 而且油脂那么丰富 所以它有个特性 万一发生火灾的时候 它一定是先烧到树叶 一下就烧关了 很干就烧掉了 烧完之后 它再烧了树干 它就有一个磁缓的作用 我不想说耐烧嘛 所以台湾灶森林里面 第一排喜欢用香植树 它有防火的功能 防火箱的功能 那住家里面 做这个树的话 也有防火的功能 所以有这个三大功能 是比较特殊的 然后我告诉这位小姐 每天3月4月5月 在苗栗新竹里面 你会看什么花 童花 童花是白白的 所以我们才能采用这句话 叫做五月雪 好 各位想不想到 这个香植树 到了七八月的时候 开花开的满树 都是黄色的花 不一吹的时候 撒的一地都是黄黄的 六月是桃花 六月金 五月写六月金 讲的就是香植树 二月是樱花 黄金 它是黄色的小花 撒的一地都是 这边有块很大的空地 这边很开的空地 这是听直升机的地方 我一边讲过 蒋先生住居的时候 八十四五岁了 他主要来养病 还要处理国家事务 光有什么景色状况 才会用的直升机 那这位小朋友 这位年轻人 已经奇怪了 他说不可能 为什么 旁边树已经长起来 直升机不是个很大的螺旋桨吗 对不对 各位别忘了 我有没有讲过 蒋介石是哪年过世的 1975年 离开现在多少年了 四元五 离开多少年了 对不对 快三十年了 三十多年 快四十年了 主人翁已经不在了 有没有直升机的必要 没有了 所以这树就不修剪 让它长起来了 但是各位从那个空隙之中 也看在腹地很大的 所以这是停直升机的地方 不是停什么车子 油软车 没有那回事啊 而且啊 各位请看 这边有个电线杆 千万不要小看这个电线杆 这边有个 那边有一个 上面有个木架子 这个电线杆 是这个整个圆区的十五公顷 除人住的防射之外 唯一高高在身的建筑物 为什么有这个电线杆 上面有个木架子 原来早期上面有一个照明灯 做什么用 往三五七八黑的 万一有几件事情 要用的直升机的时候 找不到地方 所以把这个灯打开 打到这边 然后指引直升机降下来 可以问个问题吗 因为说后池湖它那个步道都是另的 就以前不让那个美军看到 它有没有 这边以前也是吗 还是没有 就是他说那个步道上面都是 那你等你来看 你来看你就知道了 后池湖里面情况不一样 后池湖是一个叫做 将来怎么样 反攻大陆的时候 各个一个紧急的行政办公处所 对不对 这边是一个官司 一个住的地方 OK啦 怎么了 我是记者 那我发现你常常在这个 我的画面里面 我想知道 如果照到你 你OK吗 没关系 啊 谢谢 反正我不有 你不去 最后回到这个事情关系做事 好 刚刚那位小姐说 平走步道 我刚才有没有讲过 我们这个台地 现在还不能体会 其实台地很高 所有的军事设备 都不在平面 它在山腰里面 各位请看 这边有条小同旅 你可以看到 这边有一条很宽的马路 一条为一个 离土路这种平行 那就是军人在山腰里面 巡逻的步道 如果你不认为的话 各位请看 从这个树梢里面 可以看到有个大碉堡 看到没有啊 大碉堡 那里面很大碉堡 所以它所有的大碉堡 都在山腰里面 很大的啊 很坚固的 就像那个 它的德国片里面 那个盖茨太宝的大碉堡一样啊 对 这是这一座 这边过去还有两座 都是很大的 上面是加高速包的一些人 所以这边平民扇 看不到局势设备 这种鸟叫做五色鸟 哦 五色鸟 听到没有 大家不要听话 有没有听到声音 咕咕咕咕的 它有点像 嘟嘟嘟嘟 就像木鱼的声音 所以它有个 它颜色有五种颜色 其实很漂亮 那又像敲木鱼的声音 所以我们给它取了一个外号 叫做花和尚 花和尚 和尚全木鱼 但是人就很发鞘 所以叫花和尚 花和尚 不太容易看到 因为它都在树梢里面 这是一种保育的鸟鸟 但是有满足量很多的 花和尚 又名花和尚 又名花和尚 好 现在各位有没有讲话了 有没有听到很多的水声啊 为什么没有听到水声 因为这边支音一个缺口 声音就带上来了 好 好 请各位过来 来 咱们慢慢走不起啊 这边我要特别讲一下 这边有个缺口 我觉得各位一定觉得很好奇 因为如果今天总统做这边的话 可不可能有个缺口 不可能有缺口 有缺口 它是天然造成的 它在民国八十九年两千年的时候啊 十月三十一号 那天晚上 有个大的台风 在台北很有名的 叫做象神台风 哦象神 一天很大的雨量 把它冲垮了 如果今天是总统在 或者其他的行政单位 不是国家公园的话 他一定把它围起来 要围住原来的样子 很简单嘛 不一定要钢墙铁壁 它只要盾牌树 或足迹长墙 可是现在是国家公园 国家公园有个理念 它认为说 台风把这边吹垮 这种自然现象 所以不做干涉 让它自然复原 也因为这个理念 这十多年来 让我们能够体会 什么叫做台地 对面啊 翻过的小山 就过去就是那个炉子湖 再过去就是大土山 然后各位听到浓浓的水深 就是说我叫阳明星 然后这山凹下去很深 各位可以体会 两边都有军事设备 我只看模型看不出来 可以看那么深郡 对不对 这么可以讲 没得可以把军事设备 所以在这个山凹里面 敌人要进攻的话 就不太容易了 所以这个缺口 我觉得就很有 巨大的一个意义在那边 那另外一个很重要的 一个 深大的意义在哪里 就过去 这边有个老百姓的 黄色 红色的那种 后面那个洞山 我讲过叫做七星山 对不对 这是最高的山 我想不管讲好 以后的老人家 一定能了解 水碗低出流 如果说那边下雨的话 那边的水流不流过来 流不过来 所以我们看上 最低的 最低的水源 是从屋底上过来的 因为那边的水 流不过来嘛 流到这边 大概一沟一沟 就是这么大的水量 流流水深 而且是有名有序的 一个河流 叫做阳连湿 不是小水沟 不是龙沟 但是水量很大 各位你们就去吧 这么短的距离 我可以轻点误读到 他们是等于这边来自 最有的地方 花园地在那里 怎么有这么大的水流 各位就看 这个小山丘 对面的水流不流得过来 流不过来嘛 最高就是前面的山丘 这个是四点下嘛 为什么 两个原因 第一个 阳连湿本来就是 降雨比较深的地方 现在是体力比较多 第二个最主要的 请各位打开你的眼睛 看看 四周森林是不是很茂利很清却 一棵树就是一个水库 它有寒氧的功能 有水的时候 它把排出去 没有水的时候 它把楼下来慢慢释放 所以即使像今天 天气很干燥 排水量还是这么大 那就告诉我们一句话 这么大的距离 就印证 只要你不破坏森林 老天爷一定给你水喝 好 好 我发建的 对 这么多 好